他們是沒有進口萊克多巴胺 不允許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的 可是他們也是加入 國際的經貿的組織 行政院不要再拿這個說法 想要試圖來說服民眾 為了萊豬叩關 藍營立委再度重炮抨擊蔡政府 不要誤導民眾 以為開放萊豬就能換取 台灣的經貿空間 為什麼我們不拿別的東西 跟美國談 他們都是社會的中間分子 他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查驗能力 尊重他 那執政團隊原本就是要去 面對在野黨的一些挑戰 根據萊營智庫民調顯示 有超過63%的民眾 不相信政府能落實萊豬逐批查驗 也不認同衛福部長陳時中說 標示萊劑有歧視的嫌疑 六成二的民眾是不正同這個說法 是不是把台灣視為二等的公民 萊豬扩關倒數 藍營除了拿出民調舉證 全民都擔心食安破口外 23日更擬定計畫 在立院周圍與民眾一起抗議 對此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親上火線 要民眾對政府有信心 其實院長已經要求所有的跨部會 包括農委會衛福部在邊境上 要求每一批做到主批的抽研 強調稽查人力絕對沒有問題 一定會全力防堵保障食安 面對24日萊豬的最終決戰 朝野互不相讓都說準備好了 華語新聞張家寶 監獄林林凱倫 台北報導